好现在下面我们来看 到底做父母有什么责任 我刚刚讲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 只要他速度的好 只要他身体好 我们做饭给他吃 那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做父母的当然是有保护的责任 我想任何的父母都是小的 从小到小孩特别小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在乎他们的安全 他们的健康 他们有没有被人家欺负 或者是他出去有没有危险等等的 但是我现在要想强调的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对孩子的保护 都是外在的 我们没有注意到 其实他很多时候 他的内在也需要有很多的保护 你要保护他不受这些 一些错误的想法的影响 不要让他不要在网路上看一些不开看的东西 以至于那些东西进到他里面 影响他的价值观 我们有没有保护 我们有的时候就把孩子就丢出去 就这丢给电脑丢给电视 可是我们从来不跟他一起看电视 看看他到底在看些什么 很小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父母 他们三小孩子三岁四岁的时候 他嫌他吵就让电视来baby visit他 就一天到晚让他看电视 所以你就会发现在电视机前面长的孩子 常常就是他没有那种孩子的纯真 他常常他的想法都是一些非常 就是不是叫世俗 就是很成人的一些想法 你就会发现说我们没有保护 我记得我曾经帮助一个家庭 做他们的辅导 因为他们家庭的关系很紧张 那那个父亲呢 他是对那个男孩的要求 就是成绩成绩成绩 所以如果这个孩子他考回来 低过80分钟 父亲就是非常的生气 要处罚的很严重 所以那然后在无意中我们在谈话的时候 那个父亲提起说那个孩子花很多时间在电脑上 而且他有他甚至会进到色情网站 那我心我听了以后我心里就会 因为我的专业我就心里就会觉得非常的警惕 因为十几岁的孩子如果进到色情网站的话 他很多时候对于两性的关系 对于婚姻的看法 对于很多方面他都是都会走先 有一个先入为主错误的观念 这对他将来一生是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就问他 我问那个父亲 我说你孩子上色情网站 然后你不担心吗 他说他的回答就是最典型的很多中国父母的回答 只要他成绩好 他做完功课 做什么我都不管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父亲 他完全就没有想到 他有保护他孩子心灵的责任 你要保护他跟什么样的朋友在一起 他的朋友有没有给他坏的影响 还有你今天有没有把他放 比如说你给你的孩子很多的零用钱 你有没有去发现他到底零用钱是怎么用的 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对孩子 没有尽到积极保护他内在的责任 这是我特别要强调的 第二个就讲到生活的规范 我们很容易在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就是给他很多生活的规范 我告诉他几点钟要吃饭 要睡要起床了 晚上不可以晚睡 可是我们对孩子这样的态度 我现在就是要想告诉一些青少年的父母们 等到你的孩子越大 你就不能够再大到16岁 你不能再照着6岁的孩子的方式跟他规划 你这分钟要做什么下分钟要做什么 管得非常的细节 你越大的时候你越要给他 让他有多一点的选择 你要规定他说你几点钟以前可以把功课做完 但是你要给他一个大题目 但是他细节上他要先回家来 先吃东西再做功课 还是先做功课再吃东西 只要他能够在那个之前做完的话 你不要给他很细节的规划 我觉得有的然后穿什么衣服 到底要做什么 我觉得我们有的中国父母对孩子 要不就不管 要不的话就管得非常的细致 可是你从来没有让孩子自己 就是处理自己时间空间金钱的能力 这个就是你必须要训练他的 因为我们的孩子我们是到了16岁 我们就不给零用钱了 我就要他们去都要出去打工 因为原因是因为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就是说 父母对孩子的责任有一种是 他的必要品 持一住行那些他都有了的话 这是我们的责任 但是他有些奢侈的 他有些他想跟朋友看个电影 或者他想要去买一件好看一点的衣服 或者是他想要去吃个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就英文叫want 就是我的欲望 他应该要工作去满足自己的欲望 所以我们16岁的时候 我们就要他去打工 再加上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我是觉得他有的时候 其实孩子回到家里 他的时间很多的 当然在中国孩子的时间上功课很重 可是像我们的孩子的话 在美国老师都没有那么多的作业 他控的时间很多 我觉得与其让他控的在家里面 跟人家聊天打电话 看上网看电视 我还情愿他去做工 做工最大的原因就是 我要让他先准备他面对什么叫做社会 就我的孩子他16岁的时候 他男孩老大 他就16岁的时候也做不了什么工 他就到麦当劳去打工 刚刚打工第一天回来很主上 他就好像很委屈 他说他叫我去扫女厕所 我心里在想 我说这就是我要你去的原因 因为人家都不会 外面的人不会对你像爸爸妈妈对你那么体贴 那么顾到你的感受 你必须要准备好 这个社会不是像在家里那样子 以你为中心的 你要赚钱你必须要付代价 所以这些我都是觉得是需要他们要准备好 这样等到他进了社会 你就不会把他像羊送到狼群去 我们有的时候在 他在家的时候 我们把他保护得紧紧的 等到他出去以后 他就很不晓得怎么去面对这些社会和别人对他的要求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他们16岁的时候 我就会跟他们一起申请一个信用卡 那个信用卡因为在美国信用卡用的比较多 比如说他已经开车了 他加油他必须要用信用卡去加油 不太有人身上带那么多线钞 但是我就要训练他们 在每次那个信用卡是只给他救济用的 但是他有一个条件 他每次到信用卡账单来的时候 他一定要准时把信用卡付清 因为在美国有一个最大的现象 就是大部分的人他们都信用卡欠款 都是平均是一万多块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事情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 我不要孩子去用他付不出的还不起的钱 所以我就训练他在16岁的时候 他就一定要养成有信用卡账单来 他就要付的习惯 这样因为他们一到大学 他会收到很多很多邀请你申请信用卡的信 那时候他如果没有办法管制自己 是付账单的能力 他就觉得你看我一下子手上有花 任我花 反正那个钱我刷一下卡 我都到以后再想 我就不要他养成这样的习惯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孩子18岁进社会 他独立以前 你必须要想在他前面要做到的事情 否则他有些习惯养成了 你是爱不起的 谢谢